频繁清嗓子可能是憋在肚子里的话太多了 你总这么清嗓子呀 其实是憋在肚子里的话太多了 自己想想是不是 像你这样的病人很多 尤其是咱们女同志 忙点的时候还好 就是不能闲下来 往那一坐呀 坑坑坑咔咔咔的清嗓子 也不咳嗽 谈也不多 你要问吧 就是说感觉嗓子不舒服 好像有东西堵在那 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到医院一看呢 一说症状 西就诊断了 慢性咽咽 那也不能总是吃消炎药吧 这种症状呀 其实是中医里面很典型的一个病 叫做没合气 咋形成的呢 两个最多的病因 一个是痰 另一个是气 你看你往这一坐 除了清嗓子说两句话呀 就叹气 心里啊 也不知道压了多少事 这可不行呀 有啥事不痛快了 犯难了 得学会排解 找几个朋友说一说 倾诉一下 有气啊 爱憋在心里 伤的是肝 有个啥事了 爱反复琢磨 伤的是皮 都不是啥好习惯 知道吧 肝主情志啊 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它是熟目的 肝目要调达 要舒畅 不能被压抑 你老是这么憋着 肝气啊 就不能正常生发 欲治不行 你就老是胸闷 肚子胀 总是唉声叹气的 情绪更不好 耳皮呢 主思 思虑太重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心思啊 比较重 就容易伤脾胃 脾胃 晕化失常 不仅会消化不好 经常负胀 负痛 拉肚子 最重要的是啊 脾胸不能晕化水液 就容易产生弹湿 弹合气啊 胶足于咽喉 就成了煤合气了 知道吧 那调理呢 也不复杂 经典方子啊 拌下厚破汤 理气散结 酱腻化痰 先吃一个星期啊 看看效果 好吧 还有就是啊 我跟你说 回去以后啊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健康 知道吧 要不然啊 你再吃药 也是白搭 我再跟你说呀 两个学位 一个是胎中 一个是风龙 回去没事的时候啊 揉一揉 理气话谈的 对你啊 也有好处 有机会 我的水 你快来了 那我再带你